在民国的时候有一位厉害的老和尚 他的一生总共经历了四个朝代 他还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长寿的人 在他元季的时候已经是120岁的高龄了 这个老和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曾经准确地预测过中国的几件大事 他就是有名的虚云和尚 其实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42年 当时的虚云正在准备主持着一场很大的法会 这个时候蒋介石知道他来了 就询问他对于抗日战争和二战的结局 他能否参透什么玄机 可是虚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张寻常的白纸 然后让人递过来一把小剪刀 他当着蒋介石的面把这张纸剪成了四方形的形状 然后又把他连续对折了三次 最后就横着剪了三刀 在蒋介石迷茫的神情下 他打开了手中剩下的纸 只见他已经成了三个不同的形状 一个是代表意大利的十字花 一个是代表法西斯的斯的样子 还有最后一个则是代表小日本的日子 此时虚云开口说话了 他说在这次战争胜利以后 中国的气象会变得和以往不一样 蒋介石就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他却又不再回答了 可是这几件事真的被他预测成功了 在今后的几年里面 意大利离开了中国 法西斯也战败了 就连最难打的日本也宣布无条件的投降了 后来新中国的解放战争 也在1949年这一年得到了完结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宗教上也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来主持大局 那虚云就成了最合适的人 当时已经110多岁的他带着众多弟子 一路来到北京 来支持新政府的建立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 佛教协会也新办了起来 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让他继续担任会长 可是他却怎么也不愿意答应 最后没有办法 他只能挂个虚名 后来他就步行到了江西的一座山上 在那里参悟佛道 度过了人生中剩下的几年时光 他缘起以后是被人在山上一间 小茅槽棚里面发现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